HELLO 各位观众老爷们的早上话中午好玩以上好我是国际解说 狗狗诚最近没什么比赛我们只能随便聊聊天吧 那今天的这一场将是由马查报来对上Punko 我们看马查报现在换上了好鬼 没有用野人主要还是因为日本的组队赛逼得他根本上不了野人 现在全体的队伍全都进他的这个野人 导致他现在已经是成了半个残疾人 所以他只能开始练习自己的好鬼 那Punko这边很少出来打比赛 主要还是因为这个日子真的非常非常的难 穷的揭不开锅哪里还有机票出去 所以他现在只能做一个线上的主播 做一个线上的高手 ok 那我们来看为几个对决 中角活泼顶一下你看胖狗顽强反抗 我们看一下马查报现在 我呦这个就是马哥的生龙 马哥的生龙反应真的很快 对面脚一粒地自己都来得及搓这个生龙 这是在世界上非常罕见的选手 在我吹完一波以后马哥也是 马哥在我吹完一波以后得到了一些buff加成 对面的连招掉了 这一次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终于发现了我其实是一个非常擅长 与鼓励选手的 我结束了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是来到第二灯 你马哥开场一蹲 这里我真的太喜欢看马哥的生龙 马哥只要看到对手屁股一离地 不是脚一离地 这里就一个生龙上去了 对面跑起来马哥这里往后跳 这里面对手抓了一波 对手也不是那么轻易就会直接选择派生的男人 就是非常耐得住性子 虽然胖狗是一个很着急的人 发波倒地 然后再追过去想要起跳呗 对手点下来又是一发生龙 你胖狗想要从头上来 这可能吗 现实吗 这有一个跳毕生的好鬼 只要你从近距离发动进攻 从我头上来 你还没跳到我的逆向 我就一发生龙出来了 对吧 我们大部分的选手见到的都是这种 你跳逆向快落到我头顶的时候 我出一个生龙 他脚一离地 生龙就已经来了 这座脚还没有离地 你生龙也来了 那马差博在这里有危险了 啊 马差博这一下子的选择 凹了一个生龙自己上天了 自己就在天上飘了 那么一会以后呢 被一拳带走 好 现在到第三灯 你马哥很难受 刚才连续两下生龙独自升天 上来先烧一个能量注入性 先用掉一点 藏的叶子也不好 跳中拳 下来以后直接给一发头 点一下青鸟 不动 这下青鸟应该是要骗一下对手 我有可能会发布 对吧 很多人看到这个青鸟 以为发布了就跳了 跳中拳 这边直接被送上了天 对手加的有点准 哎呀 那马哥刚才是想用这个远距离的重拳去对策 第二下终于中了 这也是一个打阿比格 或者是一些手长的角色的一些专门对策 打中以后呢 用一个中旋风直接跟 这样就可以放到对手 接下来就有一个进攻的机会 非常好用 现在对手这边一步一步一个脚印 一步一个脚印吃了一发重拳的碎康 马哥这边直接下中脚发波 就再次发动进攻 对于他来说进攻机会非常的难得 不想放弃 即便打不中没有确认到 我也要开启自己的VT发动强攻 那这个强攻全部用发波收尾了 他可能对自己的这个VT 还没有考虑好 到底该用来干嘛 最后空中发了两个波以后走人了 这样的话对手是直接裸开出VT 他有很强的支本弓 但是好鬼就角色有时候还是要吃点套路 对吧 需要一些一般人想不到的东西 还需要更多的变化 那选手在这些练势当中呢 就是为了拓展自己的变化 让自己变得更加的丰富 更加的丰满 这样就可以打出更多别人不知道的东西 想不出的东西 对吧 只要进攻节奏变化越多就会越强 好了这边琴拳中角点完 以后没有确认往前走 那就很难了马克直接退开 对手爆出了自己的VT 胖狗这边开始变得有点暴躁了 各种出拳 带的还是VT1 这是一种暴躁的象征 直接前前 破防 然后倒地 再往前压 投没中 再一拳 吹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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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神龙又是对空 胖狗想太多 哇这一下这一下这一下 直接破防了 哎呀 破防了以后没连上 我这边vs架住了 上去了 这一下是直接带走的 再磕个头 哎哎没死啊 不调中角 走过去 没有头中 一点点距离 调中角 下来马哥 马哥最后不知道该干嘛了 对手想你打了半天不动是吧 我这走上来请你吃一发指令头 然后胖狗这边又拿一灯 现在已经到了胖狗的一个赛点 上来一发EX推一下 马哥非常的直白 每次能量满了 我也不知道到底该干嘛 对吧 我告诉你一个绝招 叫杰瓦席 直接从对手的头上飞过去 就对了 调中角落下来 旋风 搭旋风 旋风完了以后 现在卡一个板边 跳中拳 往后走一下 很松 这边没有能量 你赶两拳出去的了 马哥还是有点自信了 中拳给到一个最高 压板边 中拳点完往后退一下 但距离有点远 没有办法直接打一个什么东西出去 火波直接开出自己的VT 打一个进攻 也不敢走太深 深怕对手当中利用一些间隙 搞什么事情 就拨发完以后再戳一下 这样的话是 胆子有点小 你马哥不应该这么缩的 马哥应该更加拼才对 你马哥是个满夫 中拳没有中 马哥还在小心的利回 一点点走过去 被破防 完了 这边最后有点血量 两边都是有C的 马哥 啊 啊 突然一个节奏的停顿 飞一拳垂上了天 那马哥呢 硬身倒地 好了 那今天的这一期吹逼 就到这边了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 老爷们的收看 当你看到这个时候 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 恭喜你 正式成为了一名 具有国际眼光的 国际型观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 那你只能是喜欢我的 对不对 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